第七百四十四集 不过,他留下的有关小雷酒馆的信息让见鬼有些疑惑。和大家说了一下后,顾飞直接就发消息问小雷去。 小雷忙解释,啊,大致意思就是,之前行会是含着公子帮着建立的,现在他们撤了,不过小雷已经组建了一套自己班底,之后就专心任务,绝不耽误顾飞他们办事。 可信吗?顾飞把小雷说的话转述给大家,问道。 所有人摇头,显然都对含着公子人品没什么信心,觉得这又是他在搞什么鬼,结果只有见鬼点头道。 公子是没什么问题了,至于小雷说不清呢。 什么意思?大家问。 意思就是,这一步不会是公子搞出的什么内容,但小雷是不是有什么自己的打算,我就不知道了。 见鬼说,你这么肯定? 我肯定公子有关小雷酒馆的计划,应该就到此为止了。 见鬼的人品显然让大家十分放心,看到他如何保证,顿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了。 于是,又纷纷开始分析小雷的问题。 小雷,应该没什么问题吧? 见鬼眼中小雷是好同志,直觉上觉得小雷应该没问题。 希望如此,还是大家多留意吧。 嗯。 见鬼点了点头,于是两个行会分别做出公告,对方已经被击退,不过小雷酒馆尚有部分残语,是否有敌意,需进一步观察,大家多多留意,但不要主动挑起冲突云云。 这事儿总算是告一段落,见鬼尝出了口气,压力好大呀,刚成立的行会就受到这种挑战。 虽然就算败了,也不至于会解散,但毕竟会让新招来的这些新鲜血液信心大失。 一个行会想发展壮大,首先得让行会成员意识到行会价值。 非常逆天明显是已经挺过了这一关。 而重生子经这边,齐悦已经开始找顾飞商量善后事宜了。 之前形势危急,让他们暂时放弃了他们纯女生行会的理想。 现在恢复平静,怎么让重生子经恢复原貌,当真是个技术难题。 全部踢掉,顾飞相当没人性。 这不好吧,齐悦莫汉,招人来当兵,打完仗就踢,忒没人性了吧。 哦,我以为你打算这样呢。 齐悦郁闷之急,原来自己像是这么一个没人性的人吗? 这事儿我没啥意见,你们看着办吧。 顾飞当甩手掌柜,史上最不负责任的会长飞他莫属。 齐悦一时间也没辙了,只好在这新加入的男玩家尚没有战斗结束,就显现出狼性。 如果加进来的,真都是一堆花丛中永生那样的家伙,齐悦只会剩下自尽的心情。 非常逆天这边,剑鬼和几个高手人物也要协商着,讨论着行会的未来发展问题。 由于行会有两家,剑鬼索性专门开出了一个队,把目前两边的有见识的高手都搜刮了进来,进行频道会议。 机会啊,现在主城内行会任务无人竞争,是充行会等级的天赐良机,难道我们要错过这个机会吗? 又哥的主张,行会任务就算有竞争,毕竟是什么时候都有,现在成战时期虽然面临这么一个特殊契机,我觉得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成战任务上。 飘流严肃地道,他千里迢迢飞过来,可不是为了帮非常逆天行会充等级的,有成战不打搞这玩意儿,飘流坚决反对。 唉,我也说两句,建南游开口,这个成战呢,虽然我们莫名其妙地处在了守城方的位置,而且给工程方制造了一些麻烦,但从整体来看,我觉得工程方获胜是安排这场成战所预定的结局。 获胜,领取奖励,这向来是网游中的铁律,作为失败一方,我们会有奖励吗?或者我们只会得到一点安慰奖? 在座的都是网游骨灰了,我想不会有人对安慰奖那种哄娃娃的东西感兴趣吧。 说得太对了,有哥立刻点头支持,所以说纠结于行会任务根本没意义,我们应该抓住现在的机会,提升行会等级,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。 哎呀,我不是这个意思,嗯?我的意思是,守城任务我们不能无意义地乱做,我们要以打败工程方为目的,寻找有质量的任务来做。 你疯了吧,有哥惊讶,没想到剑南忧竟然也把目标定位在打败工程方上,这种企图一般不是只有千里那家伙才会有吗? 嘿嘿嘿,漂流大笑,我喜欢你的念头,剑南老弟,我们人是少,但我们质量高嘛,我看就以我们战法目的三角组合,就可以在城外所向披靡了,是不是,剑南老弟? 剑南忧漂了漂流一眼说,我的念头是基于实际,不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。 嘿嘿嘿,这回是御天神明大笑,我喜欢你的念头,剑南老兄,让那些不切实际的傻逼见鬼去吧。 大人说话,小孩不要插嘴,漂流说, 我日儿,你敢来跟我结胜负吗? 我在斗舞场等你过来,你等着。 这是斗舞场,漂流身边的左手写爱问,小孩嘛,逗逗他玩还当真了,漂流说,他们所处的位置距离斗舞场十万八千里。 千里,你怎么看? 见鬼看大家都有想法,于是点名提问顾飞。 哎呀,千里的意见还用说嘛,有个泪流满面。 灭了工程方,这个主意我喜欢。 顾飞果然这样说,剑南幽连忙纠正,不是灭了他们,是获胜,我们的目标是让守成方获胜。 哎,都差不多嘛,顾飞说。 但我们的重点应该是任务。 说起任务,见鬼,吉尔基诺死了,是被玩家杀死的,这任务你说该怎么继续呢? 呃,任务怎么继续,你问我。 任务谁发布的,你问谁啊? 哦,那我去看看。 做任务的话,现在想出主城可不容易,工程方不会再松懈对城门进出的警戒了。 又哥说。 我有二十张城外坐标的传送卷轴。 哎呀,我要一张,我要一张。 一张一千金,靠。 这是韩家公子赞助的。 韩家公子的钱也是钱呐。 顾飞,语重心长地教育御天神明。 卷轴有需要的时候,自然会拿给大家用,大家不要抢。 监贵安抚众人。 任务吧。 简单又再度提议,有了顾飞支持,反对的声音一下子小了许多。 于是非常逆天,加重生紫荆一起树立了以打倒工程方为目标的, 大多数人眼中不切实际的方针后,开始分头行事,并指出一定发现重大任务,要上报组织。 大家群策群力来完成,不造成资源浪费,不造成行会资产流失啊。 所有玩家都在城里忙活起来,顾飞也又一次来到了借位队室。 报告,吉尔基诺死了,顾飞向队长汇报。 借位队长大怒,重重一拳击在了他的办公桌上。 顾飞以为自己将迎来NPC暴风咒语般的斥责。 拿想他开口说的却是,可恶啊,这群残忍的强盗。 顾飞一时没有反应过来,稍一争。 财领会,这伙残忍的强盗,指的就是外面那帮工程的土匪。 不过坦白说,吉尔基诺这个NPC,顾飞没觉得是有什么有节气的角色。 他一边在帮着守城军,另一边好像对工程方的要求也没出现什么拒绝。 两边任务他都在指引。 这家伙十足的墙头草,现在墙头草死了,任务会如何继续呢? 不过还好,街尾队面遂一缓。 刚刚我们收到新的情报,吉尔基诺的助手也在云端城外现身,这里是他的所在。 千里一队,马上去和他接触。 或许他会代替吉尔基诺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帮助。 街尾队长说罢,低过了一张纸片。 第二,顾飞一看,一个坐标,失望到极点。 又是找人,有没有战斗的任务啊? 去吧,为了自由。 街尾队长慷慨激昂的握拳,为顾飞鼓劲。 顾飞飞一般地逃离了。 又接到后续了。 啊,有后续? 好啊,什么内容? 见鬼精神一阵,凭他多年来的网游直觉, 他能感到,顾飞身上这条任务并不一般。 计时,不断地后续,双向,平行世界中象征着任务难度的诸多内容, 全都出现在了顾飞这条任务上。 而且任务发布人更是明确表示, 这对守城方会有重大帮助, 非常像是他们守城一方所需要的。 找人,还是找人, 找之前那个吉尔基诺的助手。 那你快去吧。 还有人想去吗? 我啊,销武举手。 这姑娘对于自己搜寻任务没兴趣, 随便捡个县城的跟着混混, 她比较喜欢。 任务不一定是只找人这么简单, 也许会有什么难度较大的战斗, 配备一只齐全点的队伍吧。 见鬼提议, 于是见男幽, 漂流, 鬼童, 落落等, 纷纷主动请应。 没速度地自重, 顾飞说, 一肝高手气得够呛, 纷纷咒骂, 顾飞不为所动, 她想速度一点, 不想拖着一群短腿跑路。 牧师都不带, 要牧师干嘛? 落落发誓, 终生不给顾飞回血。 羽天, 等会儿, 我还有一场决斗。 羽天神明说, 决什么斗, 人说说你就信, 赶紧过来。 顾飞骂。 于是羽天神明泼墨一般地大骂漂流, 漂流不得不关闭了频道, 和众人私聊联系。 见鬼你呢? 我还是留成立吧。 见鬼就是个认真的好会长, 此时想留在成立, 率领行会一起挖掘任务。 小竹, 顾飞又找。 哼, 不理你。 严小竹亲姐刚被顾飞鄙视, 引发连带反应。 娇水儿, 顾飞还专挑高手, 娇水儿在贱难忧的威逼暗示下, 不出声装死人。 柳夏, 顾飞又想到一个, 没回音儿, 柳夏不在这个频道里, 这是有见识的高手队, 柳夏小姑娘没被夹进来, 顾飞正准备回重生紫荆频道招呼, 终于有人主动了。 我去吧。 顾飞欣喜, 再一看名字, 是习小天, 假装没看见。 还有人要去吗? 习小天也气得半死, 全频道的人基本被顾飞得罪光了。 行了, 就你们四个去吧。 中兴广场集合, 顾飞无奈, 实在是没人再响应他了, 重生紫荆那边都没人理, 顾飞看到洛洛在那边放话了。 城里所有人重新忙碌起来, 城外含家公子率众, 在各方向城墙跳楼后, 直接摔死, 就近复活在城外的复活营地。 辛苦了, 含家公子从营地出来时, 正碰上顾小商。 失败, 含家公子摇着头, 至少拖住那些家伙一段时间, 各行会不用提心吊胆。 这期间城战倒是打得不错, 顾小商说, 不错, 东北营地不是被攻陷了吗? 唉, 那也是早先失误酿成的后果, 迟早会发生的, 顾小商说, 你倒是看得开呀, 含家公子说, 顾小商笑了笑, 有人一直在等你。 哦, 什么人呢? 就在那边, 顾小商指了指, 带着含家公子一起过去。 营地旁的大树下, 两人斜靠, 树上像是在乘梁, 远远看到含家公子的身影, 都一起迈步迎了过来。 是你们? 含家公子皱眉? 是啊, 好久不见, 城战很精彩呀。 两人赫然是叶小五和断水剑。 有何贵干呢? 含家公子问, 听说你们拥兵团, 这次好像不同立场啊。 叶小五笑道, 听说, 含家公子望向顾小商一眼, 顾小商耸了耸肩, 表示他并没有说过。 那又怎么样啊? 含家公子问, 这次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千里一醉的不平衡了吧。 叶小五说, 那又怎么样? 不平衡当然就要适当和谐了。 哦, 那你忙, 含家公子说完转身叫走。 哎, 等等, 叶小五一争后连忙追了上来, 含家公子皱眉望着他。 你这人还真是啰嗦, 我告诉你啊, 我们立场始终是一致的, 就是在游戏, 只有你的立场不同, 你是妨碍我们游戏, 明白吗? 只要有千里一醉在, 就没有公平的游戏环境啊。 叶小五说, 有你这个GM捣乱, 也没有什么公平的环境吧。 含家公子说, GM? 顾小商疑惑, 就是这货。 GM怎么也在游戏? 哎, 我不是GM。 叶小五郁闷, 别说他已经离职, 就算是离职前他的职务, 也是和GM这种低级角色, 风马牛不相及的。 但显然能在一般玩家心目中, GM就是游戏里的主神, 仿佛他们掌管着游戏的一切一般。 大家快来看呐, 这里有GM, 含家公子喊, GM, 无数玩家听到这个名词, 比听到超级boss千离罪, 还要激动和兴奋, 纷纷朝这边望来, 含家公子一个明白无误的手势, 指向叶小五, 众玩家飞奔而至, 对叶小五进行惨无人道的围观。 这就是GM? 级别好低啊, 装备也不咋样啊。 我不是GM, 我也是个普通玩家呀。 玩家不信, 传说GM可以化身为游戏中的任何一种形态, 当然也包括化身一个玩家。 GM, 发了个大招看看。 呃, GM, 我身上突然少了二十金币, 你帮忙看看哪儿去了? 呃, GM指展迷惊, 告诉我哪有大型任务。 玩家纷纷朝GM祷告, 就差把箱烧起来了。 我不是GM, 叶小五反复强调, 但就是没人信呢。 围观的一人走了一波又来一波, 端水箭在旁边都投降了, 淡定地站到一边装围观党, 起码必被围观抢。 让让, 让让, 这时终于有大人物赶到, 四大行会会长从白菜地离开后, 就如脚似漆的再也没分开过。 此时听闻城东方向, 有GM现身, 连忙一起跑来观看, 不愧是当会长的, 四人想法就是很有深度, 云端城出现了守城玩家这么诡异的势力, GM出现是不是准备要抹杀这个bug呢? 无视之间, 逆流而上, 云中目的黑色食指, 四人挤进人群, 一起站到了叶小五面前, 四大会长露面, 人群中的骚动总算烧轻了几分, 叶小五再次有其无力地重复, 我不是GM, 那你是谁? 为什么大家都说你是? 是韩家公子那家伙耍我? 哦, 四个同辈韩家公子耍过的人, 顿时间产生了共鸣。 他为什么要耍你啊? 四大会长颇有兴趣地研究着叶小五, 他们觉得, 这家伙身上应该有文章, 否则一般角色欲韩家公子, 两句话都鄙视着你去撞墙了, 能被耍也算是一种较高的待遇。 几位是? 叶小五在游戏里毕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, 搜罗情报或许知道四大会长的名字, 却不认识几人。 在四人主义介绍后, 叶小五点头说道, 这里不方便, 几位借一步说话如何。 四大会长对望一眼, 看这个垃圾小牧师, 似乎真有点从容自信地拍头, 是真金还是水货, 四人倒想是见识见识。 这边竟然是没有人的顺客, 那我将将写线可以在试图中, 然后速度回来, 并且看这边竟然是填帖。